MASTE 嗨大家好我是曼斯德 今天我們來開箱死驅車 這次是 這台 新三角鍵ZMC混蛋強化版 我們在四年前也就是2020年的1月 有坐過這台車喔 沒想到影片發布之後想要買第二台就買不到了 後面甚至有人說是因為曼斯德上影片 所以害大家都買不到 喔真的是衰小啊 然後前幾個月有再犯 不過來的貨量非常少 所以我也沒有搶到半台 這次終於以生日禮物的形式來到了手上 那順帶一提現在貨量還很多 當初有買不到的也可以趕緊入手 那在四年前我們拍攝這部影片的時候 有蠻多地方錯誤的 比如說輪胎的部分 的確是前面金色後面黃色 不過這個不是因為胎框的關係 而是在外面多裝了金色的輪框蓋 只能說以前的作畫會出現比較多BUG 所以大家的印象都不盡相同 經過討論之後呢 就能夠得到正確答案 再來這套裡面的新貼紙 在噴射口的地方有兩個選擇 兩個圓圓的是動畫車子的設計 然後我之前貼的那個風扇設計 原來是漫畫的設定等等 那在這邊呢我們再重新介紹一下這台車子 這個版本的三角鍵主打混炭的零件與車殼 我們看到側邊這個地方 介紹裡面有說到底盤 然後馬達旁的部件 還有輪框 通通都是混炭強化版 混炭可以讓零件硬度提升 但是有一部分玩家不喜歡混炭零件 這部分可能就要看大家使用的經驗了 那我們一樣來補充個有趣的小故事 不曉得大家還記得三角鍵有被偷過嗎? 再來動畫的第30話 千子邀請大家到海邊的別墅玩 小猴小獵也叫上阿龍一起過去 想要跟最新的三角鍵ZMC比賽看看 到了海邊之後大家開心的玩水 沒想到回到岸上準備練習時 卻發現三角鍵不見了 這時好死不死啊 藤吉走過來挑釁 小猴一口認定就是藤吉搞的鬼 便追上去要他把車子還回來 看到這個狀況的鎮上小朋友說 我們的車子也是這樣無端的消失了 另一方面 藤吉跑到叢林裡躲避小猴與二郎玩 沒想到居然有一隻猴子抱著三角鍵 原來兇手正是島上的猴子啊 正要追上去的時候 卻被後來趕到的小猴與二郎玩突倒 不過他倆也看到了真正的兇手了 之後慢慢的搜索 找到了猴子的據點 三個人衝上去 要猴子把大家的車子還回來 一旁的猴王看到跑出來叫囂 不知道為啥就聽得懂猴王說 有種就來比賽一場啊 於是人猴四驅車大賽就開始了 不怪是跟野生動物的比賽 各種奇怪的關卡 比如一開始就遇到了斷崖 猴子們搭橋讓車子過去 小猴他們磨好猴子使出疊羅漢戰術 結果失敗跌入海中 就連衝鋒號也被猴子搶走了 灰溜溜的回到別墅後 重新開會 藤吉說我們準備萬全之後 要再去挑戰猴子一遍 沒想到藤吉說的準備萬全 是全員也扮成了猴子軍團 這次以小獵為主 進行了第二次的挑戰 第二場因為人多的優勢 也順利的度過了第一個斷崖關卡 緊接著第二個關卡 是滿滿漂流霧的沙灘 猴子利用人海戰術 快速清理沙灘讓猴王過去 這時藤吉使出殺手劍 丟出一堆耳料 吸引猴子全部過來搶食 成功拖到一點時間之後 猴王又奮起直追 最後的關卡 是怎麼看都過不去的對面山頂 猴群再次搭起長橋 準備讓猴王拿下比賽勝利 過不去的小獵也只能乾瞪眼了 這時藤吉再次拿出秘密武器 背包型飛翔傘 音速號搭上飛翔傘奮力一跳 直接飛過終點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也成功拿回了所有人的車子 只是藤吉也被當成同類留在叢林裡了 好那麼故事簡單回憶到這邊 我們接下來就趕緊來開箱吧 GO 好那麼裡面這一塊是混炭的車殼 S2底盤 黑色胎框 鐵灰色的底盤零件 這一塊另外分出來的就是有混炭的 胎皮的話比較特別是紅色的 零件包裡面有附一顆馬達 這個是它新的貼紙的部分 好那我們一樣先來把它給整模 然後順便想想要怎麼樣幫它做配色 好那我們這樣就整模完畢 全部都是烏漆罵黑的喔 那我們要上色之前先來講一下 我不知道四年前有沒有跟大家講過這個 就是它有特別寫到這一塊 D零件就是車殼部分 不要做塗裝 這個部分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要我們不要使用油性漆 或是用法郎漆來做塗裝 使用水性漆應該是沒問題才對 那我們上一台車啊 剛好在混炭的零件上面 剛好都沒有塗裝 所以也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個人認為應該用水性的是沒有關係啦 那如果你車子有要拿去跑的話呢 如果能不上色就建議不要上色啦 好那我們一樣先把它拿去洗一洗 再來想想這個配色要怎麼來做吧 來上沙拉脫水 把所有的零件通通堆下去 好 給它泡一下 好的 沙拉脫水 好那我們車殼的部分就做到這邊 主要的這一塊一樣沒有上色 然後我把他的圍翼變成了日本代表隊的配色 然後旁邊的兩個蓋子也幫他上了金色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就趕緊把他的貼紙貼上去吧 好那我們這張車殼就全部貼好啦 再貼一次還是覺得非常的帥氣 而且變成了日本代表隊也是非常好看 我們等等會把這個車殼拿去噴一下消光漆 因為這個後面有做塗裝 目前看起來的整個光澤是不太對的 輪框的部分我把上面碳纖維的部分給切掉 只留下ZMC 看起來會比較還原原作的感覺 好那麼趁著車殼還沒鋼 我們趕緊把他的底盤也完成吧 好那麼底盤這樣就組裝完成 我們這次的配色就跟上一台做的都不一樣 把金屬跟石色做對調 只有這個金屬籃是一樣的配置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車殼拿回來做合體 好那我們這樣子車子就完成啦 我們先把它放上展示台轉移圈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再來做個終結 好的再次做的這一台真的是覺得非常感動啊 而且我們這次也特別重現這個代表隊的配色 也感謝同號的貼紙支援 這次的車殼我們一樣沒有另外上色 但是最後我們幫他上了半光 讓整體的光澤做了一個統整 現在看看應該上消光也沒關係 底盤的部分只有底部最大塊跟導輪上金屬色 其他部分我們都改成一般色 剛好跟4年前的配置相反 輪胎皮的部分原本我有裝紅色 但看啦看真的是覺得好奇怪 所以又換回了黑色的版本 我覺得不管是這一台或是之前的配色都不錯 有顏色跟質感的對比都不會太差 不曉得大家看完感覺如何呢 是不是也勾起了4年前買不到的記憶 要記得喔現在的貨量很多要趕緊入手啦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本次的開箱分享 喜歡就幫我點讚訂閱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